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月四号 六月十二号 六月二十三号 我们这个打扫公庙的幸福列车 持续开启当中 公主也说 我们这次打扫 好像到农历的五月底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今年是论二月 论二月我们提前有少一个月了 不然的话 以往我们都是差不多 农历的六月底 我们就也是结束了 但是很久了扑 三个礼拜你看三天扑一回 三天扑一回 我们昨天星期三 礼拜天又要去扑 六月十二号还要去 六月二十三号要到云林了 而且公主二四六还要办盛事 小蜜蜂蜂蜂蜂蜂蜂蜂 真的是情做工 非常乐意 为众神明服务 谢谢公主 所以这行公了愿的道路上面的话 也欢迎大家 持续来关注我们跟报名 李公主 上队上队我们负责 就是跟公主主持的时候 有说到我们公德杯 公德杯也有现在 我看外面的外墙土木的部分 都在架设了 但是我们现在建庙基金 可以陆续再来捐吗 应该是到我们把公德杯 把它建筑起来就没有 就OK 因为我们现在还可以再陆续捐 后面捐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说现在捐的话 我们可以立上杯 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土木工程的部分 我们石雕正在雕刻当中 所以我们刚才公主也说 现在我们其实 盖庙的功德是真的非常大 大家都来帮助我们司马祖 来盖这个神圣的宫殿 我们也陆陆续续 如果说我们信众大的 想要在我们隆德宫 留下您的帮名 我们可以涌传牵使 买当公带我们服务台来洽询 谢谢 也感谢大家为我们隆德宫 长期以来 你们的一个肯定支持 造就现在的隆德宫 隆德宫的所有都是我们大家奉献的 真的 公德杯现在锦罗密鼓在制造当中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这个 因为那时候 盖庙的公庙 我们去这间公庙 有六万几个人 帮我们去庙 非常感谢 我们现在持续 我们在盖庙的石雕 都正在制作当中 如果说您想要在我们隆德宫的 那个功德杯上 功德榜 也要赶快赶上这一波的话 记得赶快跟我们服务台 恰许一下 谢谢大家 感恩 公主 我们这堆地 那时候也有很多人说 我们是怎么选择 好像之前有听说 我们乡哥大的有的捐地 我们的选择 选择也算很多地方 为什么会选在这个风水宝地 是 因为圣母没有选很多地方 他第一个 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 是很多的一个性价 之前我们开工就 很多来问世 很多人来问世 大家感恩的话 他大西有一块地 哪边有一块地 要捐给圣母 盖庙 结果我们就 请圣母做主 因为他住址都会给我 然后我们就请圣母做主 以后盖庙 要不要盖到他们那边 圣母都说 他们 他那边不是他以后 要盖庙的地方 所以说都是 跟他说谢谢 我记得大西那边 有一个三心大德 他一直来跟我讲说 他那边有三千多坪的一个土地 然后一直想说 他要捐献给司马祖盖庙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是因为圣母以后 就是要在这里 不是在那边 那会选到这个地方是 其实我们开工的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的时候 他就说两年里面 我们的圣母啊 我们的玉皇大帝 就会是我们的司马祖一块的宝地 那从我家的八坪地方 就来到这里 他就买到这里 也可以说买一个农地嘛 那时候是农舍啊 就是小小的一间 人在做工厂的农舍 小小间 那我们就是大屋包小屋啊 然后把里面的小屋把它拆掉 那然后换我们的 用的剔除 然后那时候就盖了 应该盖了一百坪左右嘛 因为三百多坪前面 还有一个我们停车的地方啊 这样子 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个姻缘 其实我领了圣母的一个圣子 为我们众生服务 为我们司马祖效劳 那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有来讲了 我们的以后要盖的庙 离我们家很近 离我们家很近 真的就是离我们家很近 真的很近耶 对对对 那时候我还不是住在我们永安路 我还住在永安路的路维 我现在是路中 对不对 那以前的路维跟我们的司马祖 就是走过来就到了 天台街那边 对对天台街那边 很近耶 对那时候 我们司马祖开工没有多久 他就给我梦到 也是说有一个发一个建议给我看 他就是发我们这个家当家 家当家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司马祖 就是八寸八 他八寸八就是 在那八十五年 他就来跟我说 叫我去跟他按一段在永岛 我说司马祖 我要按一段在永岛 因为他说 我有司马祖 我为什么要去按一段 因为我们家有六妈咯 我就这样跟他讲 他说他就是要来我们家 让我把它调好 然后请一个白老师来把它开工好 然后就放在我家 这样子 我们家有一尊妈祖 六妈 说那你们怎么做 他说他要坐中间 然后我们六妈祖要坐右边 然后一尊三太子 要坐虎边 这样子 就是三尊 那开启这个姻缘时 其实是八十五年 那八十五年 我也不知道他 他要我做什么 他那时候也没有说 你八十六年要开工 都没有 他只是来这边 然后七月的时候 他就来开始救世了 他就来让我 辛苦来灵动 来救世 救世就 没有开工怎么救世 就在家里办 我们那时候人很多 在家里办的时候 小小的八坪里面 没有开工 一天就可以办了 一次就可以办了 差不多四五十个 天哪 对就是这样 都一个补一个 但是那时候圣母出了很大力 就是有求必应 真的 所以说 这尊圣母来给我梦到的时候 他就是 坐在我们的茄东西 就是我们隆德公的旁边 我们是不是 茄东西桥 那我们就 他就坐在上面 水非常的高 然后他坐着 水一直串流 那我就在旁边 我就说 四妈祖 赶快 赶快 赶快出来 不然会沉下去 他就一尊金尊 他就显给我看 他就坐在里面 然后我一直请他说 四妈祖 快点啦 快下去啦 快进来 快下去啦 我就一直怕他沉下去 结果那是梦境 结果他就跟我讲说 以后他这里就是要盖庙的地方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里是茄东西 因为我住在那边 那我都往我们桃园走 我也没有走过我们的炉竹这边 结果有一天 就因缘际会就来到这边 他说他要来点地了 开工的一年半 他就说车子往哪里走 要走到这里 走到我们的桥那边 他说停下来 停下来圣母就跑下来了 跑下来那时候刚好那天 是下雨的哦 整个暖孔甲啊 那我就穿了一件半盛式的衣服来 来圣母就是来挖退 他就起家了 然后就坐在那个 一堆那种暖孔甲啊 好我退家的时候 整身都暖孔甲啊 然后那个 那个屁股全部都是撕掉的 整身都暖孔啦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大约就是真的就是圣母的一个由来 所以说两年里面 玉皇大帝是 我们天上圣母一块土地就是在这里 那时候才三百多瓶 那时候我们就 到了107年 08年 09年 那时候我们就慢慢 时间到了就慢慢 就是我们的地主就慢慢割舍了 一块就四十几瓶 四十几瓶这样子一直割舍 就六七十 就差不多七块或八块这样子 然后让我们圣母有一个建筑线 那建筑线 它今天才有今天的一个景象 所以说我们感恩 那时候卖给我们这些土地的 我们的地主们 大家都是 虽然你们 有得到一点力 但是我们觉得说 你也是在成就圣母的一个圣业 相信圣母一定会保佑你们全家平安 然后你们的子孙大扒妹 感谢你们的割舍 让我们的四妈族可以盖庙 圆满成功 真的是 听了公主这些时候 我们圣母其实他要担当就要坐桌 已经走到他就要叫他 他已经都叫他 决定也决定好了 是 果然这块地造就了现在桃园农德公 我们头红四妈 电影我们现在 我们的基础 是 很健的基础 大家都愿意去付出 劳力 心力 金钱 时间相伴 这是我们农德公最大的资源 就是义工团队 也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的义工团队 来 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感情无限 然后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在六月十七 我们是桃园农德公 我们举办我们的一个捐血活动 有两部 两部的捐血车 今年听说的礼品不错 真的 对 所以说 我们今天来吃 我们政府刚好那一天 星期六是 要上班 要上班 那如果你下课的话 还是中午的时候 你抽一点的时间来 我们就先让你先 从我们最好的一个血 先捐出去 稍微 大家稍微 我们中午可以利用 我们吃饭的时间 快来一下 还是跟老板请教一下 你跟老板讲说 我要救人一命 老板一定说 你去赶快去 因为老板也是很慈悲的老板 OK 真的 我感觉我们公主 他真的 我们司马祖最佳代言 我们丁公主 真的是非大莫属 你看 他在版圣族之外 他看他特别丁 六月十七是我们桃园农德公 我们一年会有两次的捐血 我们第一次捐血 就定在六月十七 那天是上班上课日 而且也是我们桃园农德公 我们除了两部捐血车之外 我们还会有一个跳蚤市场 我们做二手或者新品的一个物品的公益活动 我们所得的贩卖所得 全部会捐给我们桃园的武林高中做奖学金的公主 那为什么我有问 为什么我们管理委员会有这样决定 他说因为我们每一年的绕境 都会去打扰我们的武林高中的场地 所以说我们要回馈一下 我们的一些比较需要的一个子民 学生 这个是我们可以回馈的 所以说农德公就是有恩报恩的一个公 所以说如果今天像我们去打扫 我们也觉得说 我们去打扫的目标与目的 第一就是为我们众神明 效劳 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缘 善缘 第二就是觉得说 我们的贵公 我们所有的友公 都对我们农德公有一般非常好的疼惜 所以说我们无以回报 就是用我们的劳力付出 来帮我们的所有的公庙 给我们大家 可以让我们做 我们把旁边稍穿去 让神明高兴 也让我们所有的委员去到那边 有一个清凉的宝地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合习生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这样大家知道 6月17号 玩起手臂 在你上班的空档 到农德公来 两部的捐血车 等着您 那一天我们也有办圣事 今天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话是 自己的学分 要为自己加分 自己的学分要为自己加分 是 公主 来 我们的功课 我抽几个 一位 一位 好 一位 我马上就掉下来 来 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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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宏轩大德 林宏轩大德 恭喜 恭喜 恭喜我们的林宏轩大德 所以刚刚哦 不要忘记了哦 我们现在功德碑 正在 那个锦罗秘鼓在建造当中 如果说您呢 想要在我们的功德功德碑 留下您的方名的话 我们不妨可以到我们的 服务台来洽询哦 谢谢大家 另外第二件事情 不要忘了 6月17号 我们龙德功德 建设活动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那接一下 接一下 不好意思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喂 喂 你好 请问是哪里来的电话 喂 你好 我们听着 我住台中 我姓林 姓台中 林先生 嘿 公主在这边 你有什么东西 需要跟我们分享 或是请 请我们公主 跟您那个 开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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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个 收讯不好 收讯不好 喂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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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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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金公主 还有没问题 我想问公主 两件问题 两个问题 是 是请说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在绕镜期间 我看到有分两顶教旨 这两顶教旨里面住的都是四妈族吗 为何会有两顶教旨 有两顶教旨就是都有四妈族 一顶是一顶是百一百多年的四妈族 一顶是我们开机的四妈族 是 是 谢谢你的问题 还有很多 我有特别注意到 你在绕镜期间 你的教班人员 及你的绕镜工作人员 都看不到吃冰檔喝酒 及包烟 这有特别选破 还是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可以让大家认得这么好 什么 都无论假婚啦 哦 没有人抽烟哦 因为 没有啦 吃冰檔 都漏镜期间 你们是特别选破的吗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因为我是觉得 耳如木兰 因为我们的磁场里面 在我们平常的义工团队里面 那我们就 非常的严谨自己啦 所以说在 我们平常就这样严谨 当然 我们外出八天而已 大家都会 都会遵照办理啦 而且耳如木兰就是 如果今天 是我们临时请来的 我们就是 给他邀请 要来跟我们绕镜 绕镜有福报嘛 他如果愿意的话 如果他 本身他有抽香烟啊 还有吃檳榔啊 那我们都会跟他讲一下说 请他在这八天里面 跟我们龙德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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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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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说 在这一个部分里面 大家就是 把它 修造好 成为一个 非常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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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辛苦 他说 虽然辛苦 但是值得 值得投入 值得投资 他的心力 因为他觉得 我们的团队 走出去 哇 大家的眼睛都渐渐给我们看 他们走得很威风 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的精神所在 所以说 非常感恩我们 八天七月 所有工作人员 一共有八百多个 跟我们同行 我们相课不算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有八百多个 那这八百多个呢 每一个都要 你看我 我看你 都要向我们 大家看齐 这样子 所以说 你严谨我严谨 你遵照我遵照 你办 你办好我办好 你不抽我也不抽 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团队的和谐 更加的一个有力 这个就是我们桃园隆德光 四妈族教导的 出来的一个好地址 对 这样有回答到你吗 这样OK 也欢迎加入喔 有空来跟我们一起绕镜 谢谢喔 谢谢你感恩你的问题 感恩 谢谢 哇 所有的网友们 哇 本来刚才要 刚才已经要 要圆满了 但是又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 对不起 抱歉喔 好 那我们今天 工官长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喔 对对对对 然后有耽误到个别的时间的话 非常对不起 但是这午餐的约会 我们是一定要陪大家度过的 工作 要办盛事喔 对 所以福报的秘密 我们下次见喔 是 记得要跟我们一起去打扫公鸟 感谢您 拜拜 拜拜 对付我们来看 对不起 就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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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